那么强腾先生 我们看到无论是钓鱼岛方向 还是台岛方向 日本政客为什么近来 频频发表错误言论呢 借中国威胁论呢 我觉得日本的政客呢 有一个基本的逻辑 就是说先把这个威胁竖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 在国内它可以聚集人气 同时呢也可以赢得一系列的 费用方面的支持 这是一个国内的逻辑 那么从国际上来看的话 其实也是看好了 美国现在想的借助一些盟国 在西太平洋地区 加强跟中国军战略竞争 这样一些具体的计划 或者是设计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 对美国 特别是拜登政府 如果说你要跟着我干的话 你干什么都行 只要你服服帖帖的 听我的调遣 只有这个前提满足了 那么日本可以什么事都干 比如说现在各型的进攻性的武器系统 包括直升机航母 现在也改好了 要降这个F-35B了 其他的这些导弹 其他的这些进攻武器 也都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在研制 那么就说明日本现在 也筹准了这个机会 一方面要把中国竖起来 美国既然 老大既然把中国当对手 我日本在后面也肯定要跟着一块喊 对美国既然把中国当对手 对美国既然把中国当对手 也肯定要跟着 对美国既然把中国当对手